夫妻的不协调会带给家庭很大的伤害 在古时,父亲的祝福是好像宣布产业的继承人 而父亲只能够对其中的一个孩子祝福 当以撒的两个孩子长大以后 利白加希望自己所疼爱的小儿子 受老爸的祝福,这是可以理解的 何况神曾经向利白加显现 并对他说,将来小的要服侍大的 所以利白加在秦寨里都会帮助雅各得到老爸的祝福的 而对以撒来说 一开始他也应该知道神在梦中向利白加显明的事情 那为什么利白加不和先生沟通一下呢? 让他的小儿子能够明正元顺地接受老爸的祝福呢? 却要用诡杂的手段 而且宁愿自己受诅咒呢 也要坚持这样的做法 为什么呢?难道利白加不信任战俘吗? 还是他不相信沟通呢? 以撒年老的时候,两眼昏花 当时雅各身上披上羊毛 就煮了老爸爱吃的野味来和父亲求祝福 结果,父亲真的受骗了 摸了雅各,吃了野味,就为雅各祝福 当时,以撒得不到父亲的祝福 就非常痛恨他的弟弟,决定要杀弟弟 做妈妈的,不愿意看到小儿子雅各被杀 就帮助他逃跑 雅各逃跑之后 就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妈妈了 从故事当中,我们学习到的是 第一,夫妻之间不协调 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和努力去面对的 第二,夫妻之间的不协调 不是缺乏信心的问题 而主要是性格和喜好的不同 第三,无论夫妻之间配搭上出怎么样的状况 神会开恩赐福给他们的家 就像以撒,无论以撒往哪里去 神都是他家中的人丁、牛羊、土地、水井都争夺了 第四,夫妻之间的性情和喜好的不同 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只能够学习接受尽量地调整自己 男人一般的性情和喜好是什么呢?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伊甸园 看看亚当和夏娃起初被造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 亚当被造的时候呢 是安置在原子里工作 承担栽种和看守的职分 神也在起初的时候恩赐亚当 使他的脑袋不得了 能够重复地把许许多多的 不同的动物给取名了 管理别的受造之物 似乎是一般男性的喜好和本性 这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男主外了 而夏娃呢 他的天性可以从亚当为夏娃 两次的取名看得出来 第一次是他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亚当叫夏娃为女人 意思是这是男人身上的 后来呢 在《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改叫女人为夏娃 意思是众生之母 从这两次的取名来看 我们就知道女人在受造时的本性 就是要与男人配搭 一起建立下一代 这就所谓的 我们所说女主内了 或许你会问 会不会有例外的情形呢 就比如说 男方很喜欢在家里看小孩 女方喜欢追求誓约 有的 但这样的情形还好 因为还是一组内一组外的 容易配搭 当然这样的角色的对调 要考虑到将来对孩子 会有怎样的影响 因为通常孩子会效法父母的榜样 这时夫妻就要思考 应该做哪一些的补助和调整 使孩子在性格上 更能全面地发展 总的来说 以撒和利白家的婚姻 给我们看到 第一在角色上要协调 第二在沟通上要克服困难 沟通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 也需要技巧 讲到时间精力 可能你会认为 都市生活步伐很快 工作时间很长 根本没有时间沟通 我想都市生活 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夺走的 恐怕是电脑 电视 收音机 或是MP3 而打断之间沟通的 大概就是手机 有时需要把这些东西 暂时隔下 就有时间和精力沟通了 讲到技巧 我们需要知道 男女沟通的方式 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男生很喜欢讲逻辑 而女生爱谈感受 终极的目标 而女生考虑到细腻的过程 男生只要知道重点 而女生喜欢告诉你 整件事情的过程 男士讲话会比较抽离 讲关于自己的事情 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了 而女生 讲话太过投入了 很容易牵引情绪 而讲到技巧 我们的语气是很重要的 如果做太太的 总是用责备 或是埋咽的口吻 就会造成一种 不愉快的沟通气氛 做先生的 在这种不爽快的气氛之下 需要费劲地去稳定 彼此的情绪 如果矛盾太大了 或者不爽的沟通方式 太平凡了 做先生的可能会逃避 或者生气地反击了 这两种都是不好的沟通结果 所以呢 无论先生也好 太太也好 记得 你的意识不能让对方知道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的语气 在沟通当中 一个最好的技巧 就是做对方的禁止 这个技巧能帮助配偶 走出情绪上的搅扰 所谓做对方的禁止 把刚才所听到的话呢 用自己的句子和说法 再向对方说一遍 当配偶在听你 重述他刚才所说的整个过程 他会感到你某一些地方 讲错了 觉得你误解他的意识 他就可以历时纠正过来 等到你的配偶知道 你完全明白 他所讲的意识的时候 他在情绪上呢 就已经得到了一半的安慰了 这一面禁止 也能够帮助对方 从自己的情绪当中跳出来 在你重述他的意识的时候 他有时间 以一个膀胱者的角度 看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这个过程能够帮助他 整理自己的思绪 做完禁止以后 你这才开始表达你的想法和感受 这个时候 你的想法和感受 对方会比较容易去接纳的 不妨 在下一次的沟通当中 为你的配偶做做镜子 看看沟通有没有改善 我希望你能靠主的恩典 面对困难 在困境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你可以像主这么祷告 主啊 我内心的挣扎和软弱 你是知道的 求你纪念我 求你赐下力量 让我努力去改变那 可以改变的 求你也赐给我信心和忍耐 接受那不能够改变的 求你赐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 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哪些事情是不能够改变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